中央女篮迎战日本女篮 进攻连续被对手压制 在姚明和郑威的力挺下 王世宇终于被替换上来 看看他的上来能不能带领中央女篮 打出一波反击的高潮 这场比赛是亚运会中国对战日本的对决 一上来中国队开局打得非常不好 落后了日本队8分 好在这次战停回来之后经过调整 中央队得分了 少廷转身的上篮没有打中 日本队长方进攻推进的很快 分差又拉开到了8分 来看中央队的这次进攻 李源代球过了半场 到李梦 李梦转身面对包夹 给到李月如大方没的转移 少廷突破分球 李源这里出了机会 哎呀李源投了一个三不沾 少廷好球 这次得亏少廷 眼底手快 抢下篮板球 打进了一个突破上篮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央队目前场上的阵容 内线是李月如风线 有刘家臣跟李梦 还有少廷后场呢则是李源 那怎么来看呢 李源在场上呢 他的速度 虽然很快 但是对上日本队的小阵容的时候呢 还是没有日本队的速度快 所以说这一套阵容我们在队位上呢 并没有打出我们的特点 我们还是要利用我们阵容上的优势 可以利用我们的高度去打日本队 而并不是和日本队意味着去拼速度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拼不过日本队 偷击不成反时了一把米 哎呀 李源又出现了失误 怎么呢 又是快速的转换进攻 小杰林大范围的转移 一个基地传球反手的上篮 造成了李梦的犯规 我们看到呢 王思宇终于被换了上篮 李源被换下去 那这样一来呢 王思宇上来之后呢 可以在身高队位上 去限制日本队的公体枣子和肖吉林 这样呢 也算是补齐了李源在防守端的漏洞 这个阵容换上来之后呢 中文队可以利用身高优势 去对上日本队的速度 看看是日本队的速度更快 还是中文队的高度打得更疼一些 什么然外线的三分好球 所以一个联防 防守也防得不错 而且呢 中队现在防守强度也上来了 这次转移球的时候呢 日本队虽然争抢得很凶狠 但是球并没有被日本队拿到 李孟来发边线球 例如上线测印完王思宇 王思宇 往警区里钓 什么然内团内 给到空窃的王雪蒙 王雪蒙 非常轻松的上篮 中队再得两分 现在呢 中队的进攻一下子都盘活开了 王思宇 防肖吉林 防得也不错 因为有身高优势 对手面对王思宇的投篮 也是一度失准 转过来王思宇 一看面前是肖吉林 身高比自己要矮 果断的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现在这个阵容 我们看到 我们每个位置上 在身高上都比日本的要高 基本上没有短板 这次进攻 王思宇 站上了法学线 中队打出了这一波进攻 现在分差马上拉开到了20分 好球分差拉开到了20分 来看日本队这一次进攻 两个队线直接顶到外线 来防日本队的后卫 南下寒序 及时的补防 盖掉了马瓜伊弗林的上篮 中天诸位 也往南下突 看看这次球权给到谁 球权还是给了日本 王思宇也是认为这一次催法有争� 中天诸位 中距离跳投 南下寒序 什么人拿到 王思宇 带球很快过了半场 反调篮下 这是高度优势 寒序 这种高级高达简直不要太轻松 面对联防 这本队现在只能选择外围投篮 往里突的话不太好突 李梦好球 李梦利用身体对抗强顶的对手 反过来王思宇致命的封盖 盖掉了日本队的突破上篮 镜头给到的是日本队的主教练 脸色也是非常的难看 比分是越拉越大 从内出现了失误 中天诸位 小吉林突杨立维 造成了杨立维的犯规 中天还是有必要来减少一下 这种进攻段的失误 我们看到日本内 第一节一上来 之所以打得好的原因 就是 这种进攻段的失误 中队在节奏上有点跟不上 连续让日本内打出了转翻逆弓 我们只要不让日本内打出速度 就能牢牢的掌控场上的局面 越多线 着连续击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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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最都是连续到15分 但是日本队那边回应了一个 王县蒙 再给杨立维 专门进攻 方思云拿球继续进攻 观察一下日本队的防守 让两位都上来 反调篮下 进攻没有打成 日本队基地篡球马关义弗林 方思云 给他弱彻的顺目然 找到含蓄 日本队方说贴得很紧 王思云球没有拿稳 日本队又一个转范 中队现在要叫一个暂停 来打断一下日本队的节奏